照片集团为了敛财不惜紧而走险 甚至伪造公积金结存单资料 再向银行贷款 让银行误以为借贷者符合资格 而迅速批准私人贷款 一直到贷款者没有按时偿还贷款 银行才发现一切是不法集团的阴谋诡计 进而向警方投报 书邦在野警区主任 莫哈默阿兹林助理总监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接获两家银行的投报后 展开调查 并在两天前逮捕了四名乌衣男子协助调查 警方指出 两家受害银行批准给两名贷款者的款项 分别为二万三千三百令吉 和四千五百令吉 警方透露 不法集团先和安排好的贷款者谈好条件 再等银行汇入贷款后按条件分账 四名嫌犯的年龄介于二十一到四十五岁 其中两名嫌犯是处理银行贷款事务的代理员 所有嫌犯将被扣查四天 一直到五月十三号